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达流畅 不能居直 说怎么样才是道 静才是道 或是动才是道 所谓通 通静也通动 通天堂也通地狱 通人间也通净土 通善也通恶 必须要通善通恶才行 善恶要相通 善才可以去 化恶 恶才可以 转为善 不相通的话就各行其事 所以说道须通流 怎么可以呢 停滞在一方 不行 道是不恶的 不落入一边的 不能把它切割成两半 白的是道 黑的不是道 那么光明的是道 无明的不是道 道无所不在 四通八达 不能说 把它定义在 用一个定义把它定死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现在还比较没有 那个时候的人 执着 常坐不握 打坐 不要睡觉 那时候很 盛行这样子的修行法 所以说 慧能祖师 就告诉大家 道的本质 不是这样子 道应该是不拘行住坐卧的 不落入动静两边的 所以不要停滞 停滞在一边 心不住法道即通流 那道要怎么通流呢 无所住而生其心 不要住法 不要住在任何一法里面 心不住法 我们 那个时候的人 是比较住在什么 三禅打坐这个法里面 那我们现在道心也会住法 我们心中会有一 会有一套的所谓的修持观 认为要降修才对 酿修不对 这个就叫住法 心住法 所以那道就不能通流 有范围就会越来越狭窄 范围越来越狭窄 今天就有位道亲 夫妻俩 都是很资深的谈主和讲师 跑来找候选 他说 都穿着便服 他说 在他们的道场 是很重视这个穿着打扮 道风比较拘谨 严谨 到底还是这边呢 就比较 自由一点 比较自在 然后有时候 来这边餐厥再回到道场 本来的道场 又觉得格格不入 心中很矛盾 这就是什么 字 落入一端 我说就像餐厅一样 每个餐厅有不同的菜色 你不能说 这家餐厅是 比较重油 比较重油重咸 然后另外一家餐厅口味比较清淡 那就说 油咸的比较好吃 清淡的难吃 或是清淡的比较健康 油咸的不健康 有时候这边吃吃那边吃 欣赏别人的优点 不要老是在那边比较 比较就是不平等 一定要说 我都好你都不好 或者说你都好我羡慕我都不好 我们很容易落入这样一个两端 不只是 修行是这样 在家庭里面也会这样 夫妻之间 教育子女 就很容易起见 先生认为要怎么样怎么样 太太认为要这样要这样 生活起居 习惯 待人接物 自己都有一套 很固执的承见 这叫住法 要这样才对 那样就不对 所以心不住法道极通流 心若住法名为自伏 这个住法 不一定是参禅打坐 一切法 一切法都不要住 也不否定一切法 一切法你都可以 快快走过 所谓有佛处 即走过 无佛处 莫停留 有佛 有佛无佛 都不执着 有佛 要住 心若住法 名为自伏 人的最大问题就是这样 我看大部分人的苦恼都在这 心里想 一定要这样才是好的 那又不能按照自己认为的好 去过日子 或者去修行 有人认为 心目中认为 当点传师的人应该怎么样 你发现你的点传师 不如你的期望 你就觉得日子很难过 或者佛堂应该怎么样 或者佛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你如果住法 你就自己把自己绑住 自己把自己绑住 就修行来讲 日常生活也是一样 我的饮食应该怎么样 我睡眠的时间应该定在哪里 我的体重应该怎么样 我的运动应该怎么样 一大堆的法 又不如所愿 真的去做了 依法执行 又觉得很辛苦 又觉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旁边一大堆反对你跟你过不去的人 明明是对的你会怎么反对我 这冲突磨擦很多 光是争论 孰是孰非就争论不完 尘埃尚未落定 只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争论还未修 一开始要去执行 一开始只是争论 一旦执行就变成什么 冲突 变成冲突摩擦 这个是所有人的问题 这不只是说少数修行人的问题 所有的问题都是 心若助法名为致富 心若助法的话 有自我束缚 我问问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心中有一大堆 很固执的 成见在的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一定不应该这样 这个就是 心若助法 名为致富 我自己把自己绑住了 自己把自己绑住了 若言常做不动事 如果说常做不动 就是了 这是最高境界了 有办法 坐在那边就不起来了 你佩服吗 当然佩服了 因为你坐不住 对不对 人家坐得住你就佩服了 就好像你台大 你考不上 人家考得上你就佩服了 诺贝尔讲你得不到 人家得得到你当然佩服 人家做不到的 你做不到人家做得到 或者反过来 你做得到 人家做不到 难道就是对的吗 难道就是对的吗 就像舍利福 宴坐临终啊 却被维摩杰喝 像舍利福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弟子 长老舍利福 在树林里面打坐 被维摩杰大士 喝者 责备他 打坐不是道 那就可见常坐不动 也不是真理了 佩服没有叫我们坐在那边不动 如果 上帝认为坐在那边不动可以成佛的话 他不会让你有办法走路的 他给你设计的好好就光做就好 何必恒生枝节呢 让你能站能走 能睡能起 行住坐我一定都有他的功能 善知识又有人教坐 看心观静 不动不起 从此志工 他说又有人教人打坐 看心观静 看自己的心 要观其静 要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身体不动 念头不起 从此志工 就从这边 下功夫 志工就是下功 迷人不会辨职成颠 如此者重 迷失本性的人 不理解 不体会 就执着他 反而成了颠倒 这样是不是不对呢 看心观静是不是不对呢 不能说不对 那是一个过程 你肚子饿了吃饭能说不对吗 当然不能说不对 但是你吃个不停就不对了 不叫你吃饭没叫你撑死 你会口渴了喝水 喝饱了就好 止渴了就好了嘛 对不对 你喝喝喝到 像美国不是有些牛 有一些癞蛤蟆喝到 集体爆炸吗 叫了 集体爆炸 吹牛吹到爆炸 所以 就要执着就成颠 执着就成颠倒 道钦也是一样 行功利得对不对 当然对 贪功求果 对不对 同样是行功 行功行到什么 执着成颠 执着功德果位啊 又颠倒 那你不能说 那我们就不要行功了 不是啊 不要执着 不要一定执着这个法 那个法 然后要把它下定论出来 人就是这样很喜欢下定论 如果办道 修道 就下定论 修道对还是办道对 修重要还是办重要 修就是办 办就是修 修成即是办成 或者办成即是修成 这些都是定法 没有定法 老是想要 找一个结论出来 这就是我们众生的问题 老是想要找一个结论 自己把自己框住 把别人也框住 这个叫做什么 心若助法 名为致富 其实我发现 人的苦恼都从这里开始 无名也从这里开始 小孩子生下来什么都不懂 那么大人他就有一个框框要把它框进去 每一个大人都有他的一个框框 做了一个模子 要把小孩子印进去 但是违背天性 违背自然 然后在这种 硬要把它套进这个模子的过程之中 种种的 痛苦 愤怒 反抗 对抗就发生 心性就开始扭曲 古脑就这样来的 又在哪里 心若助法 有时候你不想助法 从小就被训练了 一开始是别人要你住到一个法里面去 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住法还会要求别人住法 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句话 少写一个字就变成什么 己所欲施于人 自己喜欢的一定要 要求别人 我爱吃油 我就要人家多吃油 或者我认为生机饮食好 我就强迫人家吃生机饮食 这种例子也很多 所以这叫执着成天 看心观镜我们不能说不好 但是 那个是一个 全法 心乱的人当然 你老是看镜的 你可以反过来看看心 等你对镜不执着也不用再看心 病好了还需要吃药 你老是躁动的人 你可以观镜 你不躁动以后 你就不需要在那边观镜 所以你要是永远执着在这个 看心观镜之中 不把它当作一个 暂时的权法 把权法当作死法来执着 所有的法都是权法 一切法皆是权法 都是权法 甚至用三宝都是权法 后学就时常要到今用三宝 那是因为你不用三宝 甚至你用上了 看你贪生吃都没了 三宝就要放下 三宝就可以放下 不守而守 不辞而辞 所以如辞扯重 如是相交 顾知大错 这样子人很多 而且互相教导 所以我就知道 大错 大错特错 就像现在这种升学第一的教育观念 也是如是相交 顾知大错 对不对 如辞者重 就是升学第一 升学最重要 然后进入社会怎么样 赚钱第一 这种升学第一和赚钱第一的观念 也是 大错 升学好不好 赚钱好不好 你也不能说 相反的 我就不升学不赚钱 那个都是权宜之计 那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而已 一小部分 生命这么宽广 那只是手指头的 手的一种动作而已 眼睛看的一个角度而已 但你不能说这个角度不看 但是我们眼睛四面八方都可以看 升学只是这个角度 赚钱是那个角度 那其他中间的角度都不要了吗 修道也是一样 有很多很多的角度 八万四千法门 能不能可以成佛 不能说一定这样 一定那样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 下一个结论 然后就要让自己 或者让自己所爱的人 活在这个结论里面 认同你的结论 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叫大错 而且 不认同你的结论的人 就变成敌人 就变成敌人 四众云 那时候又起争执了 除了打坐 不打坐 你说打坐是对的吗 也不能说是 对的 说是错的吗 也不能说是错的 说不打坐是对的吗 不能这么说 不打坐就是错的吗 也不能这么说 该打坐 该打坐的时候打坐 该不打坐的时候不打坐 像佛家那样参展打坐 后来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会走火入火 我们就全面否认 这也是不对 全面就否定它 所以读经月点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到场中反对读经月点 千经万点不如明师一点 那你干嘛呢 那个超越千经万点那一点都得到了 要他千经万点干嘛 这句话对不对呢 对呀 一点都不错 对不对 一点都不错 就像糙米饭不如月光米好吃嘛 糙米就不要吃了嘛 各有它的优点 各有它的优点 所以不能说偏执一法 那么当时还有一个争论 就是 顿法 顿悟和见修 今天我们道场中也是有这种情形 明师一指 顿悟 顿气本性 然后 见修就是什么 教门 戒定慧 慢慢修持 三学之中修行 戒定慧三学 所以这叫顿见 本来政教无有顿见 人性自有利顿 本来佛陀 教化众生 没什么顿法见法 那同样一个法 同样一个法 就是直指人心 叫你善见智本性 只是说根基不同 根基不同 迷人见修 勿人顿气 迷人呢 根基比较差 他必须要走见修的路线 勿人呢 他可以顿气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么说 要修三大阿生奇节 慢慢的修 这叫见修 圆满所有的修行 才可以成就 这迷人他就是要这样子 勿人呢 他知道可以顿气 顿时可以契合 佛道 契合 佛尔法门 直接入佛门 就可以成佛 这两种根基不同的人 但是佛门是一样的 同样是推开那扇门 有的人是直接把他推开来 有人是 敲门敲了半天 他不小心一推就开 敲门敲了半天 最后终于觉悟到 敲是没有用 没有人会帮你开门 所以敲了半天 有一次不小心敲开一个缝 钻进去了 发现原来如此 都是内扇门 都是内扇门 你用尽功夫还是内扇门 所以自是本心自见本心 不管你是读千经万典 三禅打坐 最后你还是要走上 认识本心本性 自是本心自见本性 到那个时候呢 极无差别 或者是你直接 回光返照 也是一样 一般人都是 见修一下 顿悟一下 顿气一下 我们到亲都知道啊 明师一指超僧咬死啊 明师一指指指人心啊 见性成果 但是谁真正在这里下功夫 没有啊 不放心啊 还是经典再拿来多看几下 还是多下一些功夫 这个就属于 见修的根基 没有办法 大部分众生都是见修的根基 可是最后结果是一样的 最后结论还是要认识本性 见性才能够成佛 见修之人啊 他就算听到见性成佛 他也会把它分成了两个功夫 见性 之后 再怎么样长养本性 纯心养性 慢慢把这个性养成佛 见性就好像见到一颗种子 成佛呢 就这颗种子养成大树 这同样是 见性 之道啊 迷人和顿人的看法就 误人的看法就不同 误人看到什么 见性 性即是佛 见性就是成佛 中间没有见词 见性就是成佛 就是误人所见 顿气 见到本性 就成佛 本性就是佛 为什么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能生万法 本不动摇 遇足一切 那不是佛是什么 见到本性就成佛 但是一般人不敢承担 不敢承担 然后见到本性我再慢慢修 这就是有顿见之假明 那应该是没有差别的 都是传见性之法 但是我们就 根基的不同 就 变成有顿悟和见修 所以真正 顿气本心的众生啊 修行者啊 明是一指 从此以后就了无牵挂的 什么都能舍了 性命也能舍 增加财产都能舍 一切具足 一点缺憾都没有 像我们潘道长 我们原觉大帝 都是这样子的 从此以后就清风明月 像我们香港两位老前人一样 清修了 清风明月 一切无所求 为什么 一切具足了还求什么 但是一般人就是牵挂难舍 虽然见性啊 没有真正的见 物理看花 模模糊糊 不敢确定 所以说 利顿见之假名 有人顿悟 有人见修 但也不能说 见修的根基一定要让他顿悟 顿悟的根基强迫他见修 这都不契合 求同存义 同者 见性成佛 义者 顿悟见修 所以以前为什么 我们道场中强调 伴道就好了 不需要修道 老实讲 原因是因为一大堆顿悟的根基的人 他那一指就成了嘛 他再来就是 不度众生了 他就伴了 他相信你来点一下就成了 所以他只伴不修 以前大陆上真的是老前辈都是这样子 你不需要修嘛 对不对 顿气本心的嘛 还需要修 但是后来呢 根基 根基差的众生 顿根众生大量的进来了 叫他只伴不修啊 根本连生命都不能安顿 所以他 伴也没伴好 修也没修成 现在很多老前辈又强调要羞耻 包括我们前人 大德林前人 大德林前人现在也很强调羞耻 香港的前人也好 高前人也好 张老前人 都强调要羞耻 这都是应激说法 应激说法 你说谁对谁错 没有对错的 根基 根基不同 我们现在很少有道清可以说明师一指就很满足的 很少的 老一辈子包括我们昌德老坛主他们那个年纪有很多老前辈都是这样 点那一下就 永远安住在天恩施德的 这种 伏迪心之中 他就不退失了 他没有杂念 就够了 这叫 认得清 试得透 认清试透 认清什么 本心 试透什么 本心 音师一指里面 传的是最根本的东西 所以他才可以 这种人可以只办不修 老实讲 可以只办不修 他不需要修 他已经认清试透 那你认不清试不透你就要修 修到认清试透 所以要问自己 有没有这个把握 认清了没有 试透了没有 认清试透的人 一切都看得开放得下 面对生死 贫富贵贱 这些一般人重视的 健康 生病 心不动摇 心不动摇 不管他知识学问高不高深 心不动摇 善知识 我持法门 这个边一直强调 无念是宗旨 这整篇 从头到尾都强调要无念 所以注意这个法门是无念为宗 今天我们 所传的这个法门 就跟六祖费能是同一个系 同一个传承 所以要知道我们修行的宗旨在哪里 无念 无念是宗旨 我们刚才讲的 道须通流 心不住法 道疾通流 一般人念在哪里 就是住法 心中老是念 老是念的 怎么样才好 怎么样不好 念好了 不好啦 不好啦 善啦 饿啦 饿啦 非啦 这就是念 众生的问题就在这里 苦恼自己的 苦恼别人的 制造冲突摩擦的 就是这个念 执念 很执着自己的想法 一开始是你执着 到最后呢 他念头独立了 你头痛啦 你不想念他自动一直念 被念头抓住了 你一直念念久了他独立了 他在念头会独立的 你我不要想不要想 还一直想 就陷到那种 忧郁疹里面去了 想个不休 店一直漏光 活生不如死 一直落在那种痛苦的情境之中 所以想要用死亡来结束 结束这样子一个念 执念不休啊 很麻烦啊 我们人会不会有这种经验 每个人多少都有 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长久好像生不求主了 念头一下就转到那里去 一下就转到那里去 转到你所执着的念头去 众生的苦恼都在这里 那你重视什么你就执着什么 一直念 运好的时候 你所执念的 一切 可以走向成功 光明 你就 心开意解 欢天喜地 业随 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执念 可是 不能顺心 顺意 又执念不休 那 太痛苦了 苦恼到 生不如死 所以不管你念什么 不管你是得意也好 失意也好 我们常常讲得意失意 有没有只继续想过 得意失意是什么意思 成功的时候叫得意 失败的时候叫失意 为什么不说 得到成功 失去成功 为什么说得意失意 为什么不说得成功失成功 为什么不说得钱失钱 为什么说得意失意 反正就是一个意念 就是一个意念 因为意念 有得有失 就差在这里 人的念头主要都是念得失 再来才是念是非 主要都是念得失 要立无念为终 我们时常 碰到有人苦恼 就告诉他 不要想太多 不要乱乱想 不要想欲规 可以啦 你清才公共 有那么简单吗 今天我们传的名字一词 就是有办法让你无念 平常要常常存养 要常常存养 因为你习惯 心放在六根门头 你很难不念的 很难不念的 你就一直点火 才你说要求不要烧起来 那就不可能 玩火一定自焚的 你只要玩火不要自焚 那没有这回事 所以你老是在六根门头转 最后呢 就会掉到这种 痛苦的执念里面去 必然是如此 老是心里想到眼睛要看什么 耳朵要听什么 鼻子要闻什么 或者最好一起来 我看现在人都一起来 房间喷一些 空气芳香 现在很流行这个 或是什么 点一些什么 精油 对不对 要闻 然后呢 耳朵听个音乐 眼睛看个电视 还一边吃东西 甚至还有人泡在浴缸里面 电视 还有 搬到浴缸里面 搬到浴室里面去的 对不对 全身都要一起来 这叫六根门头 掉在六根门头 最后就是这样 执念不休 必然如此 所以真正到你想要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的时候 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 所以我们要时常把心 收回来 收回到 玄关来 同样是门户啊 玄关这个门户叫做不恶之门 眼睛是恶门 耳朵是恶门 鼻子也是恶门 为什么说恶门 没丑 好听不好听 香啊臭啊 这个恶门 都是有分别心的 只有玄关是智 六根都是四 所以你不晓得什么叫波折妙智 告诉大家 回到玄关 回到玄关你还是会胡思乱想 但是已经不同了 水已经出现 水能灭火 转世成智 已经不是纯粹火在烧了 滑水已经出现 所以这叫无念为主 无念不是什么都不想 而是没有执念 没有执念 你如果常常回光返照的人啊 同样起念头 你不会那样子陷入啊 那样子黏在那里啊 拔不出来 得失心那么重 爱恨心那么重 不会陷落在里面拔不出来 所以要立无念为终 这就是我们得到以后 我们人生的终止 不是叫你念好念坏 而是无念 宗旨要抓出来 无念要怎么做到呢 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的目的就是要无念 无念是很重要的 要知道所有的苦恼呢 都是念头发生的 念成生死河啊 一直念 生死的河流就这样出来 念出来 所以我们看孩子们为什么快乐 因为他的执念啊 念不执 没有执着那么深 抓那么紧 执念越深的越苦恼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每个人都有经验 所以立无念为终 无相为体 要看到这个宇宙的本体 实相就是无相 无相实相 实相即是无相 无相即是实相 无相为体 一般人为什么会念呢 因为拙相啊 拙善相恶相啊 拙成功相失败相啊 拙富贵相贫贱贱相啊 拙我相 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 拙功德相果位相啊 都是拙相 只见其相 只见其有相 不见其无相 看不到一切有相的体 就是无相 无中生有 见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有相有没有呢 当然有啊 你看得到的啊 我也有相 你也有相啊 不能说没有啊 叫做幻相 幻相还是看得到的 是不是 不要幻相 影相 你看电影看得到吗 有影相啊 看得到的 都是一些投影 影相 实相的影子 有影相 不是实相 实相是无相 无一切相 成一切相 看到这个无相才是本体 无相之相 然后本体 无相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存在的 而是不落入任何一种的相 聚一切相 聚一切相 好像虾子摸相一样 无相 怎么叫无相呢 你摸到腿觉得像柱子 说虾子摸相 说大象长得像柱子一样 他着这个相是错的 对不对 但你不能说没有大象 大象无形 当然这边是用大象做批语 但是 就像《道德经》里面讲的 大象无形 生命的本质 不拘一切的形象 不能用任何一种象去形容它 不能用任何一种象去形容它 你看到的只不过是大象之中的某一个很小的一个面而已 叫做以管亏天 好像用这个主管去看天只有看到那一小块 你看到自己长这个样子 那只有看到自己的一小部分 只有看到一小部分 好像看到大海里面的某一小杯的水 看不到整个大海 见树不见灵 所以说无象之体 要知道无象之本体 这个世间的一切象都是幻象 看到一切象的时候 就好像看到大海的坡量 要看到坡量下面是大海 坡量是大海所造的 坡量不能代表大海 不能代表大海 所以无象为体 所以我们光看到有形有象的 我们去攀缘执着 所以不晓得一切有形有象 都在一个无象的大体之上运作 对 那个清净的无象的大体上运作 要看到生命的本质 宇宙的本质 就是无象 无一切象 成一切象 这叫无象为体 无柱为本 无所柱 我们说本心是什么 无所柱就是本心 我们说你要自视本心 到底本心长什么样子 无所柱 无所柱就是本心 我们常讲说要无所柱而生起心 觉得很难做得到 其实无所柱是人的本性 你没有去认识清楚 心的本质就是无所柱 有所柱才是违背本性 而且是做不到的 我们苦恼就苦恼在这里 无所柱的本性 你硬要让它有所柱 那你就苦恼在这 人的苦恼在哪里 比方说我 欢喜 我就希望永远欢喜 欢喜喜怒哀乐 是不会固定的 心的特质是不会固定在喜 也不会固定在怒 也不会固定在哀 也不会固定在乐 就像波浪的形状 不会一直固定在那里的 不要像手一样 它有各种的动作 它不会说出来只有一个动作 出来只有一个动作 但你就是光要一个动作 光要欢喜 光要得意的感觉 光要自得意满的感觉 你想要固定住 固定不住就想尽办法要固定 苦恼就在这里 苦恼就在这里 你想要让自己的心保持在你喜欢的状态 而又做不到 这就是众生的苦恼 不认识本事 想要固定在那种感觉 想要抓住那种感觉 自己喜欢的感觉 那种自得意满的感觉 那种欢天喜地的感觉 那种任性骄纵的感觉 那种为所欲为的感觉 你想要抓住它 又抓不住 抓不住又要想尽办法抓住 认为自己大富大贵 就可以得到那种感觉 或者认为自己谈恋爱 可以得到这种感觉 或者认为自己 透过什么修行 可以得到那种美好的感觉 现代人很重视这个 重视感觉的 抓住那种美好的感觉 美好的觉受 这就是看不清楚本性 不晓得本性是无所住 那说我不追求好的感觉 我起码不要有坏的感觉 你越想要全除掉 用各种的方法要除掉那种 那种负面的心 你就制造更多的问题 根本不要去动它 它自然会走掉 自然会走掉 心有这种特质 不要制造问题 它问题自动会消失的 早上起来心情很坏 可能到中午心情就好了 我们认为什么事情会让你苦恼 什么环境会让你苦恼 我现在穷啊 我一定一直很苦恼 我们认定说 穷一定会苦恼 穷如果一定会苦恼 为什么有的人不会苦恼 你会苦恼 生病会苦恼 为什么有人生病无所谓 你生病 生一点小病就苦恼的不得了 有人得了癌症还是无所谓 而且 一种情境如果能让你苦恼的话 如果它确定会带给你苦恼的话 它应该 恒常带给你苦恼 火恒热 水恒湿 这个火不会说 点着了 你现在摸它是热的 等下摸它是凉的 不会 它具有这种特质 它永远都是热 等下会让你苦恼的事情 应该永远都让你苦恼 不会说 刚刚觉得很苦恼 现在好像苦恼的感觉 淡了 这就表示它有问题 这个火现在摸的不热的 这个火有问题 鬼火有问题 所以无所住的 烦恼是不会停留在你心中的 不要要去消除烦恼 也不要追求快乐 快乐不会停留 烦恼也不会停留 心的特质 这是无助 这是无助 无所住 你要接受这个事实 享受这个事实 享受这个事实 你要老是希望自己的心境 保持什么这样子 心境心境 你要保持你的心 就要很重视环境 变这样 就整天在检讨 希望身边的人 居住的环境 甚至修行的环境 修行的道场 要符合自己的理想 心情才会愉快 没有错误 那些对你的心没有影响 心有一种特质 一切不留 无可记忆 这种特质在 好